欢迎收看今天中天的梦想驿站 先跟大家说小年也好 今天我想为大家制作一个非常特别的专题 我们的节目名称叫中天的梦想驿站 它不是让你好像梦游 它是让你带着你的梦想 带着你的创意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文献的事业周报 我们投入关于气候变迁的议题 从当时2006年采访美国前总统 前副总统高尔 开始一直到现在 这个节目整整开播了十年 我们做了气候变迁的议题 做了长达九年多 几次最重大的气候高峰会 文献事业周报一一参与 而我们在报道极端气候的时候 并不是看着人类有一点自我毁灭 悲观 愤怒而已 今天我们想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告诉你一些艺术家 一些环保人士 如何抱持着他们无比的创意 看起来疯狂 可是他们疯狂的爱 现在好可爱 在去年12月于巴黎所召开的 COP21气候高峰会的时候 我们遇见了两个意大利的可爱疯子 他们制作的沙发 这个材料就是这个沙发 可是不是那个沙发 是用苹果皮做的 让我们来看他们的故事 疯狂 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理由 我们在这里 在巴黎的巴斯特 在巴黎 在这么美的地方 在1989年开始了 法国的迁运动 来说我们的迁运动 用了比特朗特 从咖啡的运动 来做新的材料 做新的材料 什么是最好的生活 我们说过 老牙 生活的健康 和健康 和健康 这就是我们做的 这就是我们来做的 我希望所有人 不 matter 你所谓的支持 我们可以使用 果皮肤 作为 让我们的生命 更适合 更适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5年12月 两个疯狂的意大利人 带着一张名为Lazy的椅子 从有椅子之乡称号的 目的力 来到正举办 全球气候峰会的法国巴黎 他们说 他们想要改变世界 在这一层 这并不是我们是英雄 我们只是公司 研究者 人们 因为这不是一张寻常的椅子 阿尔卑斯山区 欧洲最大的苹果股 Bossano 外表看似真皮 其实是用苹果废弃皮 制成的皮革 2015在米兰士博 初登场 虽然受到关注 但他们的忌徒心 却像是要发动革命般 又理念 翻转全世界 但是维检 在军中的那种 所以 在50年后 第二次世界 我们毫升了 40年 我们毫升了 世界 我们准备了很多 的发生 但是我们也毫升了 世界 我们可以看看 什么是在災害 在问题 它现在的一切 是仅仅仅仅仅 但是它们可能是 revolución 也在思考 一个平的方法 在一起 我们保持 我们将将未来 我们的父亲和儿 和儿子 这是一个復旧 给他们同样的机会 意大利公共教育台 曾以极大篇幅 完整记录这个 规模足以比美荷兰花卉配销中心 却是全球最大 最现代化的苹果工厂 如何将苹果废弃的果皮 重新产食 一颗颗现材下来的苹果 经过仔细清晰逃选 最开始他们只是发现 苹果皮上头有许多小孔 能发挥天然保湿的效果 那一层蜡还能阻挡太阳 隔绝紫外线 其他水果难以忘其向背 后来苹果大量用于 苹果汁的产制过程 产生两种废弃物 苹果渣和大量有机废弃 苹果皮所产生的甲碗 会造成水果源环境严重污染 于是以五六年时间研发 并召来专业家具设计 联手打造这张 全球第一的苹果皮 这些研发生的研发生 开始从研发生的研发生 为所有试试 而最艰难的东西是 要专业的运动工程 做成的研发生 或是什么样的 这些研发生的研发生 不是很难的 但是要专业的运动工程 所以製作這些產品 一直都一樣 跟同樣的角色 這真是很困難 因為我們使用自然藝術 在任何產品 改變了一點 所以我們必須接種 要小心在產品 蘋果皮的價位 介於最貴的牛皮和最便宜的PVC之間 但最大的優點是能隔絕人類體溫 所以比較不會受潮發霉 蘋果皮發明人漢斯 在接受文件的世界周報專訪時坦誠 當初也曾嘗試過其他水果 但基於生長的故鄉 就是全球最大的蘋果產地之一 且蘋果又不像其他季節性的水果 它可以一年四季收成 因此毅然決然 以蘋果研發生產 並投入這波綠色革命 我認為辣的雞為有的雞味 不只能做了色味 但很新的了解 為建造的雞具 使用薄草物 平日就會損失 它以免生為損失 之前使用它 人們燃燒或燃燒 為什麼會燃燒如果能給它們新的生命 新的應用 台灣企業會也獨具率先在這場 選球加剧座椅材料革命中加入這個策略聯盟 和義大利一起聯手開發 並在市場發展上各寫所長 未來蘋果皮還將用於其他產品 他們豪氣地說皮包皮夾無論設計和品質 都不輸國際精品 絕對是貨真價實的垃圾電腦鏡